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国也是波音飞机的第二大市场 仅次于美国 去年 波音预计到2040年 波音在中国的商业飞机数量将增长一倍 新增订单将达8700架 价值约1.47万美元 更重要的是 一旦波音在中国市场受挫 还可能改变行业竞争格局 作为波音的主要竞争对手 空客去年向中国交付了142架商业飞机 中国已经成为空客最大的单一国家市场 占其生产总量的四分之一 事实上 在737危机后 全球50多个国家掀起停飞潮 迫使波音这三年来一直在为付费而努力 美国联邦检察官表示 波音欺骗了联邦航空局 在MCAS系统方面误导了安全监管机构 联邦调查发现 波音公司的员工在MCAS系统的意义上误导了联邦航空局 并且在飞行培训和飞行甲板手册中没有提及该飞行控制系统MCAS 因此大多数在飞行员第一次坠机前甚至不知道该系统的存在 联邦首席检察官助理戴卫在声明中表示 两次坠机事故暴露了波音公司的故意欺诈和欺骗行为 他们受益驱动 隐瞒了有关该飞机的运行的重要信息 负责起诉波音公司的美国警察官埃瑞克说 波音员工向联邦航空局传达误导性陈述 严重危及航空业飞行安全 直到去年12月 中国民航局才对第四代737发出试航指令 但如今 国内复飞第四代737的可能性不再明朗 波音与中国市场的关系也更趋复杂 媒体及业内分析认为 除了在中国市场可能运冷之外 波音还将面临一系列困难 首先 波音可能被拖入 审查 诉讼 赔偿的泥沼 相关人士预计 监管机构的调查短则数周 长则数月 其次将再次引发外界对波音客机安全性的忧虑 三年前 波音就陷入了空前的信任危机 有媒体如此评价 品牌危机甚至于技术危机 美国国会表示 波音公司急于生产 忽视内部安全问题 并隐瞒包括飞行员培训需求等关键变化 这些是造成多起事故的原因 美国国会还指责美国联邦航空局 存在包括过度授权波音的监督失误 此外 波音此前在生产和交付上的救济也没有解决 据报道 波音旗下的两款民航旗舰机型 737和787梦幻客机 目前都面临交付困难 在全球大危机导致订单数量骤减的前提下 延迟交付已经让波音盈利受损 事故发生后 波音股价下跌3.6% 一些投资者担忧 噩梦重现 2019年3月 哀行737出事后 波音股价连跌数日 市值一度蒸发260亿美元 2019年 波音全年营收下滑约三成 净亏6.36亿美元 为20多年来首次出现年度净亏损 波林二银二一银财报现时 波音公司全年营收623亿美元 同比增长7% 净亏损42.9亿美元 2020年期间 亏损约119.4亿美元 波音债务总额达581亿美元 其中约114亿美元的未偿债务本金 将在未来三年内到期 根据媒体报道 波音已采取多种手段缩减开支 在2021年裁员3万人后 又以1亿美元的价格 出售了其位于华盛顿州西雅图市的 商用飞机总部园区 据统计 卖地策略让波音套现 3.86亿美元 2021年全年 波音总共交付340架飞机 2020年同期为183架 其中737系列的交付量 从2020年的43架 暴增至2021年的263架 官网显示波音正计划以每月26架的速度生产 737系列飞机 并在2022年争取达到每月31架的生产速度 当前公司还在评估生产提速的时间规划 业内人士指出 眼下调查结果对波音至关重要 华尔街公司金融分析师说 很重要的是查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 因为这关乎幸运 从更长远的角度看 如果波音的危机持续 可能影响到整个美国民航制造业 还有声音质疑 美国制造业的黄昏是否已经到来 目前仅有美国和欧盟拥有的完整民航客机产业链 因此民航客机是美国在国际贸易中的拳头产品 民航制造业也是美国制造业的重要支柱 波音作为航空制造业巨同 拥有庞大的产业链 牵连着上万家零部件制造商 以及数百万就业岗位 因此波音不仅是美国最大的制造商出口 也是美国联邦政府最大的承包商 更是美国的经济支柱 美联社评论称 波音与美国航空制造业关系紧密 可谓牵一发动全身 为了维持自身的商业利益 波音非常注重与华盛顿的关系 根据美国CNN的资料 波音公司每年需要花费上千万美元 有说美国的国会和行政部门 737危机后波音一度出现资金链吃紧的情况 并向美国政府申请了至少600亿美元的财政援助 美国前财长努姆钦曾表示 波音737危机不仅给美国出口造成沉重打击 还将会影响美国经济增速 业内人士曾说 波音就像一些大型金融机构一样 大而不能倒 因为他们的崩塌可能引发更严重的系统性危机 外界普遍关注在重重危机下 百年波音未来的路要怎么走 波音会破产吗 不会 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都不会让波音破产 波音是美国的制造业代表 这就是美国银行借钱给波音的底气 如果波音倒下 全世界就只有空客了 我们的大飞机还没量产 让美国的总统专机空军一号 换成法国的空客 这不光是国家安全的问题 更是信心的问题 美国的自信心会受到三万点暴力 现在美国制造业的代表就是波音 半导体这些 其他的像机翼 司科 甲骨文这些都已经不是巅峰 美国的科技给世人的感觉都是要形成代差 比如说F22对苏27 一旦中国造出歼20 就算落后F22 美国人都觉得危机特别大了 所以美国不会允许波音破产 除非万不得已 波音再困难 美国政府都会持续救援 这个可不是雷曼可以比的 倒了一个雷曼还有其他的银行 波音倒了民行业彻底溃败 大资本就是看准了美国这一点 持续掏空波音 肆无忌惮 这就好像博彩 你看准了对手的底牌 还不说哈 显为人知的是 波音在创业之初的第一位设计师 就是来自中国 1916年 年仅32岁的王柱成为波音公司 第一位航空工程师 设计C型水上飞机 王柱是麻省理工学院的 工程专业毕业生 当时也是美国不多的几位 学过航空专业的稀友人才 彼时的美国航空业也处于草创期 王柱被受波音创始人器重 后来王柱回到国内 于1918年在福建马尾建立了中国 首家正规的飞机制造厂 开启了中国自主制造飞机的进程 波音正式进入中国市场 则是在1972年 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之后 这一年 中国向波音公司订购了10架 波音707 并在次年接收了首家波音飞机 在这架飞机的编号为2402 通体洁白 喷会有中国民航的字样 整个80年代 中国市场在波音公司订购的飞机数量突破百架 包括32架737 35架757和10架767 1980年 西安飞机工业公司与波音签订合同 开始为波音747制造 机家宁建 这也是中国企业首次为波音飞机供货 中国经济迅速起飞 这让波音看到了庞大的市场潜力 在华布局日渐深入 1990年 波音、赫士和中国航空工业总公司 宣布成立合资公司波海航空 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在中国制造民机机航内饰和辅助复合材料 这一年 波音在中国总计卖出了300架飞机 波音在中国市场的拓展速度日渐加快 据波音官网 2013年3月 波音向中国交付了第1000架波音飞机 巧合的是 当年交付机型 即为此次摄氏机型737800 用户即为东方航空 2018年11月 波音向交付中国第2000架飞机 5年即完成交付1000架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别忘记点赞、分享、订阅 你们动动手指 对我可是意义重大 就这样 我们下期见